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韦大街介绍的是一部听起来很中二的科幻片 《魔力女战士》 2011年 病毒引发的瘟疫灭绝了世界人口的99% 特雷福的家族拯救了最后的500万人口 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400年后 人口不断失踪 政府却无视这些罪行 他们所做的只是维持表面平静的现状 人们就像被高高的围墙囚禁在一个金丝鸟笼里 部分反叛者对王朝发起了挑战 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渴望自由 自称魔力党 女主伊恩则是其中一员 这天她接到一个任务 去破坏王朝的中央监控系统 当晚她就利落地干掉了所有看守者 潜入了王朝的监控中心 并且毁掉了她 但她在回家的路上 却看到了自己的妹妹被当作魔力党人杀掉了 此后伊恩恶梦连连 她迫切地想要为妹妹报仇 终于她等到了这个机会 她接到了和自己的搭档小黑进行暗插行动的任务 他们刚进入王朝花园 无数的暗器向他们射来 花园里的草全都变成了针 要置他们于死地 但都被训练有素的伊恩躲过了 她成功潜入了王朝地下入口 并且找到了正准备演讲的特雷福 正当这个冷血女杀手伊恩要开枪时 她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些片段 她和特雷福之间似乎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个片段让伊恩放下了枪 却被一旁潜伏的保镖打运关了起来 醒来后的她发现了监狱中食物的异样 利用身上携带的装置采集了一点水样 炸开了地狱的门逃了出去 另一边特雷福的弟弟正在和魔力党接头 原来伊恩参与的这场暗杀正是她一手策划的 因为特雷福想要改变王朝的集权统治 弟弟不同意便想要取代她 逃出生天的伊恩遇到了妹妹的男友 从她那里得知她采集的水样里 包含着一条信息 只有喝下才可以获取 伊恩很快就通过水样中的信息来到了特雷福的卧室 当他们肃目相对 无数的回忆匆匆闪现 两个人睡在了一起 但提起裤子不认人的伊恩瞬间翻脸 恰运了特雷福潜入了他的密室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实验品 和一张自己的照片便离开了 而特雷福的弟弟在众人面前 公开了特雷福和身为魔力党人伊恩管床单的画面 这让他成为了王朝新的领袖 特雷福则被众人视为叛徒 伊恩从特雷福实验室的录音里发现 他在飞船中似乎在进行某种实验 而妹妹也与此事有关 他潜入了飞船 查询到了一个和妹妹有关的地址 然后闯入了这里 发现自己的妹妹被克隆成了一个小婴儿 特雷福赶到和伊恩结束了一切 400年前他研究出了疫苗对抗瘟疫 但却出现了并发的不孕不育症 幸存者仅能生于一代 但他们让克隆技术能够用于人类 他和弟弟建造了空中飞船用来储存DNA 所有人死后都会被反复循环利用 由保管人寻找条件适合的夫妇 利用食品添加剂导致药物受孕 等妇女去体检时再植入克隆胚胎 九个月后死去的市民将得以重生 这几百年里已经繁衍了七代人 特雷福和弟弟也克隆了自己 并且不停地探寻延续生命的办法 伊恩的妹妹是在特雷福的实验中 第一个成功受孕的人 但是特雷福的弟弟不想回到过去 他想要现在这样的永生 所以派人杀掉了他 并且骗特雷福说实验失败了 大批的军队很快就追了上来 两个人艰难地逃出生天 并且决定要去摧毁装载DNA的飞船 却在路上遇到了围追堵截的弟弟 弟弟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然受孕 人类不治而遇了 但这些人都已经被他杀害 他们应该敬畏的不是自然而是永生 此刻伊恩的搭档小黑也接到了魔力党老大的命令 去干掉叛徒伊恩 但搭档之间的信任 让小黑选择了站在伊恩这边 掩护他和特雷福撤退 自己却不幸地在这场战斗中丧命了 特雷福的弟弟也被伊恩杀掉 伊恩成功地摧毁了DNA飞船 坠毁的飞船冲破了高墙 墙外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人类的新纪元就要从这里开始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